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要把它的位置抓好 那一开始线稿的线条其实都可以蛮松散的 一直到我们确定我们要画的形的时候 我们再稍微用深一点 大概把它的线条给勾出来 那一开始画松散一点 如果需要改需要擦就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这边看到我比较确定眼睛的位置的时候 我就会稍微放慢速度把眼睛给勾出来 那这一只小老鼠因为我们基本上是面对面的看着它 所以我们要注意它的透视其实是有一点缩短的感觉 所以我们只看到它的头 它两个前脚 那它的身体跟它的后脚几乎都是重叠的 所以在画线稿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用立体的观点去理解它 它怎么样在一个3D立体的空间里面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要试着去理解 所以尽量不要只是照着它的轮廓照着描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的思绪跟你的理解都还是指平面的空间 那如果你画出来的东西想要有立体感的话 就要特别去了解 学习一下透视的关系 还有整个立体的结构跟形 那线稿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把一些多余的线条清理一下擦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层的渲染 那第一层渲染开始之前 我们稍微把冷暖的颜色稍微调出来 那调出来只是让我可以去参照一下 参考一下要从哪里开始 实际化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一边画一边调更多的颜料出来 那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一开始多调一些颜料出来也没有关系 那现在上第一层的渲染 因为这一只小老鼠它基本上是背光 那它的光有点是在后面 左边的地方 所以我们尽量要把光给留住 所以第一层渲染 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在画它阴影的部分了 那说是阴影 但是其实也不是非常的暗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画得太暗 还是保持它的透明度 有一点像我上次的视频讲到调肤色一样 就算是在画阴影的地方 其实我们只是在画它本身的原色 所以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在画阴影就开始加很多很暗的颜色 让它越变越脏越变越暗 如果第一层渲染画完之后不够暗 我们还是可以再加深的 好那第一层渲染画到下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稍微加一些别的颜色 加一些冷的颜色 让它的第一层渲染的色彩 可以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趁这个时候做一些时钟式的处理 把它一边的脸 颜色比较暗的毛给画进去 那我们这边用稍微有一点点湿度的颜料 把颜色给点进去 不要太多的水 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湿度 让它可以很自然的晕开来 我的画笔上面还有一些颜料在上面 所以我就利用这些颜料 继续画它身体一些比较土黄色毛的地方 所以你的笔上如果还有颜料 你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哪里还可以用到 不要立刻就把它洗掉 那你看到我这边在底下阴影的地方 我基本上就是把它连在一起 把你的色调跟你的形连接起来 对水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第一跟第二层的渲染 能够连接越多的形越好 越让它整体更有一致性 那现在我就花一些耳朵的颜色 那基本上就是一样就是偏红的这种橘色 那重点是透明度要够 因为它的耳朵很薄 所以它透光度很强 所以只要加一点点的颜料 大部分让它呈透明的就好了 那第一层的渲染基本上就到这边 每一层的渲染它干的差不多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知道应该要停手了 如果它在半干不干的状况之下 你再画很多东西上去的话 比较有可能会破坏你原来有的干净的渲染 所以尽量在你知道要停的时候就要停手了 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画第二层的渲染 那第二层的渲染我们就开始要放比较深的颜色进去了 所以我用这支雕毛笔 调一些比较深的土黄色进去 那我的笔尖其实不是很尖 但是我正好用这样子的笔头来画一些干笔触 让它有毛发的感觉 那我们小心仔细地把它毛的形给画出来 那我这边换比较小致一点的笔 因为我想要把它胡须的地方给留白 那我本来是想要用留白胶先画起来的 不过我留白胶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 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干脆不要用 我就徒手留白就是了 所以算是一点点的挑战 我需要慢下来 好好的把白的地方给留住 但是其实这样子画也蛮有意思的 那我趁它这个地方还没有干的时候 再加一些深的颜色进去 你要记得水彩干的时候 它会变浅变淡 所以在渲染还有湿度的时候 如果想要加深一点颜色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做一些失中湿的处理 之前一个失中湿的视频 我也有讲过 你每画一个形 在它还在湿的时候 你如果里面想要做一些失中湿的处理 就要把握这个时间来做 干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有一样的效果了 那我现在就把背景给画进去 因为我在画它身体的部分的时候 它后面的地方 我就想要把它跟背景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这个是用Mission的Cerulean Blue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蓝色 我非常的喜欢 那正好跟这个背景的颜色 也蛮相像的 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颜色 这整个画 其实我都是用Mission Go的颜料来画的 因为我想要它的颜色 可以稍微鲜艳一点 那这边我就稍微小心一点 把它胡须的白给留住 但是你也不能停太久 不然的话渲染干掉 背景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就用大一点的笔 因为用大一点的笔 可以抓比较多的水跟颜料 比较容易画一片大片的背景 那画到左边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我们要把它左边的身体 它毛发的地方 要给它留白 那趁它背景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 加一些黄色 加一些橘色 那想要一片干净的背景 又想要做湿中湿 想要有不同的颜色在里面 真的速度就是要够快 需要一起喝成 所以你如果动作太慢 等它干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 比较虚化的背景的感觉 像照片里面这种紧身的效果 那我现在把背景的颜色 给抓到这个小老鼠的下面 所以它的头下面 跟它的身体下面 阴影的地方 把背景的颜色 给连接在一起 这样做的原因是 让它的阴影的地方 可以融合到背景里面 那我们也趁这个时候 用一些比较浓的 很暗的颜色 来画它遮蔽的地方 那它遮蔽的地方 就是它身体跟它的脚 接触到这个表面的地方 因为光都进不去 所以特别的暗 那诗中诗来画遮蔽的效果 就会变成它从暗 有慢慢的漸层出来 这样子感觉就比较有层次 这样子感觉也比较立体 比较有深度 那这边也把它 角的颜色给画进去 那这边注意 不要用太多的水 水如果用太多的话 它就会跑到刚刚还没有干的地方 那就会不好看了 那有些地方还是可以随意留一些白 让它看起来不会这么的死 这里其实是比较冒着风险的画法 因为有些地方都还没有干 然后我就在画一些失踪师 有些地方加了一些水 所以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左边我也是再把一些背景的颜色给抓进来 其实背景已经干了 所以我只是再加一些颜色而已 那我这边就开始画它的鼻子 我轻轻地把它的鼻子点进去 它的鼻孔也用稍微深一点的红色点进去 眼睛的部分 它眼睛周围有一些红色 所以先画进去 然后再用 我基本上是用Neutral Tint跟一些Burn Umber 用笔尖把它的眼睛给勾出来 那要记得要留一些光在里面 因为它眼睛是反光的嘛 眼睛是有湿度的 所以是会反光的 所以不要画整片都是黑的 那用一点点干净的笔 稍微虚化一点点的边 那现在大部分光影的关系已经出来了 我就把它头下面的地方再加深 那下面一加深 它的头就会跟它的身体更加的有区隔 你就觉得它的头更往前跑了 更接近我们了 那它的身体也更往后推 那这边我就留一个硬边 虽然在照片里面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 那其实不是完全的硬边 但是我们自己在画画的时候 有的时候虚实自己要稍微拿捏一下 有些地方要稍微紧实一点 这样子看起来会更加的清楚 如果到处都虚化 可能到最后就会变成糊在一团了 有时候反而就没有这么的好看 那我就这里就随便抓调色盘一些剩下的颜色 加一些细节在上面 那这些细节都是比较颜色比较浅的 比较淡的 所以只是增加一些毛发的感觉而已 好 这边我想要把它旁边的地方画深一点 但是不小心用太多水了 它就把刚刚暗的地方溶掉了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要避免有水痕的话 你就调更暗的颜色 就调水分更小的颜色把它画进去 这样子一来 它就不会变得这么的湿 就不会留下水痕 所以这是一个补救办法 所以如果你有时候你不小心 加太多的水分在一个渲染里面 发现它会把之前的颜料给洗掉的话 那你也不用太紧张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纸把它擦干 不然的话就是再加更多的颜料进去 来把它的水分给抓掉 好 那这边画基本上是结束了 我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它的背景给加深 因为我想要它左边的毛可以看起来更亮一点 那照片里面的背景也的确比较暗 所以才会让它的毛好像在发光一样 所以我就调更深的颜色 用大一点的笔把它画进去 所以你看到我一旦把背景加深之后 左边毛的亮度就出来了 那我一边画背景的时候 一边试着虚化它一些边 所以用半干的笔 现在感觉就是有亮度有光晕的感觉出来了 那在它还没有干之前 我们把它整个背景都再画过一次 整个背景都加深 那右边不需要这么的深 所以它到右边下面的时候 就把那个边虚化掉了 右边下面就可以不需要再画 所以画水彩如果要增加它的亮度 就是要把周围的地方画得更安 好,这幅画就这样完成了 希望你喜欢这张画 那新年快乐 鼠年行大运 那在这边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健康好的身体 记得要多洗手 出门要戴口罩 我是Cafe Watercolor的Eric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